南綠總統參選人週日形成滿黨 今天剛好也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三十四週年 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表示 保護中華民國最好的方法是要正確 如果接受九二共識 中華民國就會被消滅 而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則強調 要用生命顧臺灣的安全 不想看到臺灣發生戰爭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 民進黨主席賴清德四號 一早到南投竹山參加茶道結活動 不少攤商民眾搶著合照簽名 接著他又趕往草屯出席南投縣 信賴臺灣支友會成立大會 為一百四十九個分會長一一受贈 賴清德表示 民進黨在九合一選舉大敗後 南投相信願意在之後的立委補選 給民進黨機會 他相當感激 而星期天也是六四天安門事件 三十四週年 賴清德認為 保護中華民國的方法要正確 賴清德強調如果接受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原則 中華民國就會被消滅 侯友宜 動散 侯友宜 動散 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馬不停蹄 週日下午參加嘉義同鄉會總會 嘉義人支持 家旗人團結挺侯友宜大會 他強調要用生命顧中華民國 顧臺灣的安全 不想看到臺灣發生戰爭 侯友宜表示現在臺灣是需要安全 不需要戰爭的時候 但看到執政黨兵兇戰危 讓臺海出現很大的危機 而對於賴清德曾喊出在嘉義要贏侯友宜十萬票 身為嘉義人的侯友宜說賴清德是在吹牛 他一定能順利當選總統 記者 邱紫培 王龍濤 王新忠 南投臺北 綜合報導 終於由 詞曲主題 詞曲主題